風景優美的星空隧道 平時就有許多遊客前來朝聖 除了能夠欣賞兩側美麗的壁畫 另一頭還有壯麗的海景 不過隧道裡的步道卻有好幾處積水 雖然範圍不大 但還是擔心長輩或是行動不便的民眾 會跌倒受傷 漏水感覺道路比較不乾淨 滑滑的感覺 對,這不是太多問題 如果我進入水道 如果水道有點乾淨 但可能人們長得不乾淨 或是比較不乾淨 或是比較舒服的 可能會有水滑滑 但我認為我會繼續來 如果水滑滑 這不是很大的問題 旗下里長表示 隧道本身老舊 只要有下雨 就很容易發生滴水的情形 再加上最近有颱風帶來的水氣影響 才導致滴水不斷 也表示會和政府反應 希望盡快維修改善 帶給民眾安全的油氣空間 如果說有用地毯 只滑電 這樣做起來會比較平穩 可以有利於說 下雨天會比較 不會那麼滑 滑水那是舊了 那是日本時代的 泡坑就用開了 舊了總是我們現在 我們要來想想 這個辦法滑水這裡 看是要怎麼熟悉 這些人也要聽 最老闆的 看要從哪裡還整理 從上面流下來 你如果下雨的民國 我們要來吃飯看 怎麼樣 隨著疫情逐漸趨緩 到其今的遊客也越來越多 而近日因為颱風影響 各地都有降雨 提醒民眾多留意腳步 小心路面濕滑 不要因為跌倒而壞了出遊性質 記者邱建勳高雄報導